嗨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啊我躲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做视频 前几天啊我老公又拿了一个鸟回来 我说这个鸟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是这个鸟呢是给我们家里有一个叫 彩虹鹦鹉叫Lily 给鸟做伴 原来我老公看到有人要将彩虹鹦送养 连鸟笼也一起赠送 鸟主人选择我们是给鸟找个伴 这个鸟也是他们从树上掉下来救助的这个鸟 救活的这个鸟也是受伤了 然后一直养 然后现在没有时间喂养了 就赠送 连鸟笼一起赠送 这鸟笼要是外面买要300块澳元了 我说那好吧 我们就再拿一个回来 一周后 我们把成年的Jimmy和三个月的Lily放在一起 我们担心成年的鹦鹉会欺负三个月的小鹦鹉 鹦鹉只会用爪子别靠近我 没想到三个月的小鹦鹉可厉害了 追着成年鹦鹉杰米 桃子夭夭 杰米氏族掉下去了 现在我们在六个年 我只能到另外一个房间 说我的视频不然太吵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 就是一种饮品 因为我现在学中医嘛 先顺着这五行来说 木火土金水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生木 能够顺下来了 心呢是红色 适合吃一些红色的食物 来补充心脏的营养啊 就是土 选着黄颜色的食物 来补充脾胃的健康 接下来就是土生金 那个金呢相对应的内脏是肺 肺呢喜欢白颜色 所以我们要吃些白色的食物 水呢是对应的肾脏 所以我们要多吃些黑色的食物 来补充肾脏的营养 今天我就用这个五式来做一个饮料 营养的饮品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好我今天介绍 哪五种营养成分的饮品呢 首先第一个是红枣 红枣是营养心脏是吧 红颜色 绿豆青颜色是营养肝脏 杏仁 杏仁白色 它营养的肺 玉米 玉米 它是黄颜色的 它是营养脾胃脏的 黑豆 黑颜色 它是五肾脏的 所以我把这个五种 常吃的食品 把它做一个饮品 用这个新买来的豆浆鸡 来做一道补养脏的饮品 好大家请看视频吧 将红枣浸泡一个晚上 煮熟了以后皮就软了 将煮好的红枣汤留下备用 将红枣外皮剥下来 将浸泡了一个晚上的黑豆和绿豆清洗干净 这样切下来就行了 好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好将所有的食材倒入豆浆鸡中 等待搅拌 倒入牛奶到800毫升 加入刚才煮的红枣水 盖上盖子 准备搅拌 将机器调在浓豆浆上面 大约需要25分钟 这个豆浆鸡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噪音比较低 而且它打磨下来非常湿滑细腻 而五色营养五脏的饮品已经制作好 而且不用加糖味道正好 早餐是燕麦牛奶 再加一勺五色营养饮品 再加一些酸奶 蓝莓 鸡蛋 水果面包 还有一杯咖啡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好了今天的营养饮品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 分享 下次视频 再见 谢谢观看